马云在执教边出任港大金管学院名誉教授三年 阿里9988创办人马云一向热爱教育 并致力培养下一代 在未创业之前 马云为一名英语教师 在退休后更能全心投入于教育工作 由于马云思想活泼 相信不少学生均希望获得基本人面授的机会 若有此想法的港大金管学院学生 便要好好把握机会 从4月1日马云会担任港大管理及商业策略名誉教授三年 专注于金融农业及企业创新方面 据港大金管学院网页显示 马云为学院叫名誉教授 指出他曾任阿里首席执行官至2013年5月 以及出任公司董事长至2019年 据内地媒体报道 马云基金会予表示于上月收到港大的邀请 同时加入港大与马云的创业经历及线念高度契合 马云接受过4年师范教育 亦当过6年大学教师 对校园满怀感情 对教育抱有热情 一直乐于与年轻人分享其创业经验 时隔30年重回校园 会与老师同学们一起 继续他对教育及企业创新等领域的思考与研究 马云与港大甚有渊源 在2018年时向他颁授名誉社会科学博士 当时港大指出 马云在1988年毕业于杭州师范学校取得英文教育专业 并曾在杭州电子工业学院任教6年 马云更指出这6年的任教经验 对他的事业发展有重大影响 认为CEO首席执行官这直贤 其实就是首席教育官 Chief Education Officer CEO的责任应该是帮助顾客及员工 提升能力超越自我 让他们做得更好 19年退休回归教育领域 其实马云对教育工作急剧乐成 在2018年9月 宣布在2019年从阿里退任后 回归教育领域 更会在每年喇叭节时 与一众乡村老师相聚 早前他回到杭州时 亦专程前往由阿里有份创办的学校参观 并大谈对ChatGPT的看法 大家对马云在大学任教的举动有何感想 不妨留言给我知道 记得点赞分享 关注我的频道